中国科学家通过研究距今7500年至1700年的55个 中国北方古代人全基因组数据 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 找到了基因方面的重要证据 该成果由吉林大学崔英秋团队 联合国内外多家考古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完成 本月1号,该成果在自然通讯正式发表 6月2号,崔英秋首次向媒体披露相关细节 崔英秋介绍,该研究以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及黑龙江流域为重点研究区域 通过对55个中国北方古代人的全基因组数据研究 从遗传学、考古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 探讨了中国北方地区人群的基因交流 崔英秋研究发现,这三个流域的古代人群有明显的遗传差异 但流域之间的基因混合和交流 从新时期时代中期就已经开始 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 我们采集了跨越将近6000年的这三个区域的人的连续的人骨的样本 然后提取到他们的DNA 并获得了他们高质量的基因组的信息 那我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提供古遗传学的证据 吉林大学崔英秋团队成员 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宁超告诉记者 古代样本材料十分珍贵 获取难度很大 加之其长期暴露导致DNA分子降解和损伤严重 让这项研究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由于DNA长期暴露在环境当中 所以DNA得到了非常严重的降级 然后DNA的片段变得非常的短 然后它还容易受到外来DNA的一个污染 所以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用了寄送电脑的方法 然后使这种非常异质量的DNA 可以进行人群基因组的一个追踪 进行人群的一个表情的分析 人群的来源去混合模式的分析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方法量基因组 相当的分别力 近年来 吉林大学崔英秋团队 致力于将古DNA与考古学 语言学的交叉性研究 以及古病原均与人类的共生机制 传播以及与人群迁徙模式的比较 古金组的技术呢 不光应用在这个古代人群的这种交流 和起源的问题上 我们还可以将古DNA的技术 应用到比如说古微生物学 我们可以去追寻古代发生的这些疫情 它的致病菌或者致病的病毒 它的这个进化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